你找我有事 高雅 你找我有事 听说顾约一样在山珠屋门口 闹了一场求爱大戏 你和高星到底怎么样了 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那 那你现在 应该不想在山珠屋待着了吧 我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想在山珠屋待着了 你可以把你手上的股份出售给我 我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这样你就不用天天在山珠屋 面对高星和陆璇君了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明白我的意思吗 出售股份离开山珠屋 没错 至于信托问题 你不用操心 我会找专人帮你处理 不是 可是 不用可是了 本来你私次接受采访 就已经违法的集团规定 现在又跟郭毅一样 闹得这么不信不出 餐饮发展 需要的是平稳 而不是一进一战的炒错 你明白吗 你好好想想吧 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快 够 喂 小柔 哦 韩沫 刚刚高雅来找我了 她说让我出售我手里的股份 嗯 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出售股份 对 她想让我离开山珠屋 这很正常 可是我觉得她也 不希望我放弃股份 毕竟这回影响到她和高兴 拿回一中里面 南方山集团的三成股份 我觉得这太奇怪了 你要不要关心一下 去问一下她 好 我知道了 小柔 你先别打扮她 高雅最近的行为有点太不对劲了 她已经提供前面到四股去的 我 我来想想办法 我过了 哦 好 好 高雅 有空吗 到我这儿来坐坐吧 我听小柔说 你要收她手上山珠屋的股份 就知道她没有住钱 山珠屋一年的业绩还没有完成 你不是要等着业绩完成之后 拿回一中里面 属于你翻商的股份吗 怎么这么着急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当初用股份绑住杨小柔 是为了让她为山珠屋服务 现在既然威夷回来了 山珠屋的业绩完成 已经不再需要她 她现在和高兴又分手了 她对山珠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那她还留在山珠屋做什么 股份我能拿回来 一级一样能完成 集团的股份 一样也能拿回来 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配远圈都出来了 够呀 有的时候人其实 不用一直隐成的 其实 温柔说的你 特别美 不行 我必须得承承 集团上招下几千口人等着吃饭 我必须得承承 你不是说过会帮我吗 我现在求你帮我一件事 丹尼尔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决定 丹尼尔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请你帮我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用你的咨询公司 帮我做一下山珠屋的股价 你要卖掉山珠屋 不是 为什么呀 商业决策 不对 山珠屋的价值一直在提升 你心里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卖掉山珠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刚刚你告诉我 我 我可以帮你的呀 我现在就求你 帮我卖掉山珠屋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喂 妈 小七 妈妈的好女婿 妈妈给你咨询个事啊 听邻居说 昨天人家到这凉房子 说是要拆迁 好像一平米补住二十来万 完了这个老房子呀 八十多平米 除了补钱还要补两套房子 所以妈妈要问问你啊 你是律师 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了呀 要不要再跟他们争取争取啊 你这约会挺开心啊 还行 等会儿 我有事要跟你说一下 你看 明天咱就去离婚 这么接啊 对 就这么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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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Unternehmen 梁承晖 28岁 美籍华人 潮阳地产的董事长 本市地产行业学历最高最年轻的企业家 ci竟 you诞生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梁春慧跟我说心里话儿了 她承认她狗女玩儿了 跟我表白了 她是想多做女朋友 抢银行去了 你卖舍了你不过了是不是 梁春慧送吧 大白现在也是有房一组 比起我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前觉得她和我在一起 就能从那个小破坡里搬出来了 现在她不需要了 人家住着自己的新房子不是更好 我已经给不了她更多的幸福 梁春慧才是能让她更幸福的人 大白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东方琪 你是个大男人 你应该放手 让她幸福 酒 还能让她线 我得你半天了 给你买一早饭 你不饿 不饿什么呀 你胃不好赶紧吃了 你结婚证带了吧 我问你结婚证带了吧 走吧 那媳妇 你叫什么媳妇呀 咱们不理了 理也是你 不理也是你 你逗我玩呢 我真的舍不得 那个 我早上出门前吧 我看脸黄历 那个黄历让人说今天 特别不适合离婚 那个不是黄道吉日 那个 听我的啊 听我的 就这样 你来信 好 进来 谢谢 喂 发行部吗 我找老张 老张 你赶紧把这一期的杂志 全部给我撤回来 有多少撤多少 对 就是山中屋瓷雄主厨的这一期 还有电子版的和公众号的这篇专访 都给我撤下来 小蓉 最近怎么样 好多了 手呢 还疼吗 没事呢 不疼 千万不能沾水 少碰它 我看看 一样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你别再这样了 你觉得我对你好 是这种负担吗 那太好了 那你可以慢慢享受这种负担 一样 我们俩之间 我对你真的没有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没有什么不对的 从我在三亚跟你一起 比拼厨艺开始 我就觉得你特别吸引我 之前你跟高兴在一起 君子不能夺人所爱 可是现在你们分手了 我就有追你的权利啊 我 其实我 我先接个电话 喂 萨主编 杂志的事情我看到了 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小柔 在做采访之前 你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瞒着我 没有啊 那 那你爸爸妈妈的事情呢 你知道多少 我爸爸妈妈 什么事情啊 小柔 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我已经让发行部 把杂志全部撤回来了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心结 怎么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离开高山餐厅的 高山餐厅 又是为什么改名为 山之屋餐厅的 当年你父母 在高山餐厅做厨师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次 食屋中毒事件 当天的十几位客人 包括高放山的儿子高姓 都是因为食屋中毒 而被送往医院 而你父母就是罪魁祸首 从而进了咸语 从此 高放山把高山餐厅 更名为山之屋餐厅 可没想到 如今你却成了 山之屋的厨师 诗文 怎么会这样 如果别人知道 当年的事情 还肯吃你做的菜吗 小柔 杨主说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去图书馆 查找当年的报纸报道 虽然是真的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 那么久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原来一直以来 大家都在买着我 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我爸妈入狱的时候 才不到六岁 疼你一定是为了 不让你有心理负担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 高兴 高兴他一定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一定早就知道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他一直都不肯跟我说 我怎么问他他不说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他一直瞒着我不想伤害我而已 我怎么这么蠢呢 他也是怕你太难过 所以才瞒着你啊 对了 这次的逆明星事件 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如果这件事情被发现的话 可能山珠会毁在我手上的 这怎么能怪你呢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办 喂 给你的信 你看了吗 你是谁 你 原来他一直以来 想得到的都是我手里山之屋的股份 他说 如果得不到的话 就会毁了山之屋 我们赶紧回山珠 找高兴一起想想办法 我们赶紧回山珠 找高兴一起想想办法 不行 我现在不能回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一直以来 都是高兴在为我付出 这一次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辞职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逼我就范 只要我离开山之屋 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 可是你现在正在上升起 而且我们参加了 新时代的评选 这样太可惜了 没什么可惜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大局 我要保护山珠 我现在就去找这女士 小柔留给你了 四十戏 高兴 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 我心里百感较紧 我也是现在才明白 你一定已经知道了 我父母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之前 你才拥尽各种办法 想保护我 让我离开山珠 对不起 我当时不理解你的苦心 我现在心里觉得 特别的愧疚 我完全没想到 我心中可亲可爱的 爸爸妈妈 居然 居然是害你得了 食物中毒后遗症的人 对不起 是我不够信任你 你说得对 我爱你 却不够信任你 我必须要向你道歉 我很多年没写过信了 这次 我一定要亲笔写给你 因为我觉得写信 就像家里做的饭菜一样 是有温度 有感情的 高兴 我们这一路走来 从童年到少年 从分开到重逢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是我人生当中 最美好的时光 我说过 我想谈一场旗鼓相当的 一辈子的慢恋爱 现在我很肯定 你 就是我要爱的那个人 我们还年轻 将来还要经历很多类似 今天这样的生活魔力 如果我没有能力抵抗风雨 又怎么能跟你相守相爱 一辈子呢 不能永远都是你来保护我 我也要学习 保护你 今天我从山之屋辞职了 我会离开一段时间 这是对你 对山之屋 最好的保护 我的股份 已经在张律师那办理了委托 就交给你来劝劝处理它 我信任你 不用担心我 也不要来找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从这次的挫折当中 坚强地站起来 成为一个真正值得你 那么深爱的杨小荣 我走了 接下来山之屋 就交给你和易阳了 最后 我想再次为我的爸妈 当年对你造成的伤害 道歉 对不起 杨小荣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还是打不通 不是 这小荣 她就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是辞职了 要出去待几天 就这么不见了 是急死了 那 那 这事得赶紧告诉高先生 赶紧去找啊 你说现在这个新餐厅评选 这个雌熊主厨 现在 现在评论那么高 你说现在少了个母的 你说这 不是 你说现在少了个小荣 对吧 咱评分会降下去的呀 不是 你怎么这么功利呢 那小荣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 对对对 你别承讯啊 安全重要 安全重要 别 别气坏自己啊 人呢 易洋哥哥 这恐怕有什么隐情吧 你跟我们讲讲呗 沈帅 立刻在山珠官网上宣布 杨主说辞职 是 先把小荣的个人资料 撤下来吧 真撤啊 那 兴餐厅评选可就真的麻烦了 撤下来 你也找撤 对 你找了小荣没有啊 你叫荣呢 杨小荣因为客人的原因辞职了 所以大家 现在要回到自己的岗位 认真工作 现在我们少了一位重要的主厨 所以大家的工作会比较繁忙 辛苦了 但是 山之屋如果想要赢得 新时代的评选 靠的是实力 不是运气 雌雄双厨的宣传非常好 但是 如果客人不能够在山之屋吃饭 找到那种幸福感 一切的宣传全都是浪得虚秘 所以 我们现在要注重客人 注重出品 尤其是注重服务 这是我父亲三十年留下来的经验传统 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赢得新餐厅的标准 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最厉害的武器 没听懂 可把你太帅了 关于杨小哥 大家都不用担心 我相信 他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总有一天 他会再回来神出的 对 我相信 真有他的 成熟了 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了 你真的不打算去找他 不去了 他现在太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了 而且 我一定要给他这个空间 他相信我 把他的股权给了我 我也应该选择相信他 因为在我的心里 他是一个强者 你们真的很般配 我特羡慕你们 是啊 他是我的工作伙伴 又是我爱的人 现在想想 我还真挺幸福的 你一个人秀恩爱都秀成这样 要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得秀成什么样呢 这话说的 羡慕嫉妒恨 对了 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什么事 我们得想办法坐直高零 什么意思 他要把山植物卖掉 他要把山植物卖掉 南希 我会尽快筹到钱 你去帮我交涉一下 让他再给我几天时间 姐 高兴 你回来了 我姐呢 在书房里 姐 姐 姐 我再跟你联系 先这样 姐 怎么了 姐 听说你要把山植物卖掉 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要卖掉啊 是这样 澳洲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我听说有人一直想要买山植物 所以我打算卖一个 澳洲 澳洲 澳洲什么项目啊 我都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所知我已经看好了 我们现在要全力地做好分子料理项目 山植物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高兴 我要你把精力都用在分子料理项目上 我们现在还需要陆氏集团的支持 所以你要好好的跟璇君发展下去 知道吗 就不要整天再想什么山植舞阳小柔了 姐 你最近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总要错过我和陆璇君在一起 我俩根本不合适啊 姐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你告诉我 没有 没有工作压力 我都能应付得来 但是我绝对不同意你把山植物卖掉 我告诉你件事情 你要咬着辞职了 什么 他把他缩的股权全部照样给我 那太好了 高兴 这样我们两个就有了百分之百的山植物股群 集团那边我说了算 你和杨小柔的六成股份你说了算 我们两个加起来 可以把山植物卖个好价钱 卖个好价钱 姐 你是不是最近资金出了问题啊 没有 没有资金问题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山植物和杨小柔 你早就应该放下 现在都是你的拖累 你明白吗 我知道 丹尼尔的合同肯定有问题 望远镜计划也有风险 韩慕说得对 你要听他的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不需要他来教我 他一直在关心你 你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呢 我不需要他关心我 我需要的是你这个做弟弟的 全心全意的支持我 辅助我 你不能给我任何的理由 我怎么支持你 怎么辅助你 卖山植物我绝对不同意 对 姐 我们做事情真的没有必要 做得那么成功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死了 我和老韩都是关心你的 我们不想让你出任何问题 姐 如果你不帮我 我就没有你这个地点 姐 姐 你和郭杨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不想我再当厨师了 是吗 我们要分手 我们还年轻 将来还要经历很多类似 今天这样的生活魔力 如果我没有能力抵抗风雨 又怎么能跟你相守相爱一辈子呢 不能永远都是你来保护我 我也要学习保护你 晓柔 我还想你 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在山植物等你回来 我姐跟我说有人要得到山植物 那这个人不就是给小柔发一名信的人吗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干吗不将计就计啊 老韩 明天咱们碰个头 你帮我约个人出来 这边 附叔 这边 你们俩今天怎么想得约我那边啊 你们不是一直怀疑我是那个大坏蛋的吧 不会今天刀副手摔杯为号的吧 何叔 坐 我坐 我们什么时候会以为您是大坏蛋呢 从来没这么认为过 你想想 如果您要真是大坏蛋的话 您怎么可能把杨小柔的事情告诉我 让我去处理呢 您直接告诉杨小柔 逼他卖掉股权不就行了吗 只可惜 我认为没有完成 我们俩 老高佣人 还是有一趟 你确实比你姐姐脑子好用也清楚 杨老师我辞职了 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吗 赶紧追去啊 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何叔 你相信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闪失啊 他在走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念面说 他想出去好好地反省反省 冷静冷静 他现在长大了 我也相信他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 我现在要做的 就好好地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好啊 你听听 韩木 你看看人家 人家俩柔情秘义的 彼此这么信任 老高要是在天佑之 一定会特别高兴 他一直希望你们俩双剑合璧 你看 现在合上了 你得好好学一学 说吧 你小弟有事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何叔 老哈 今天找你们还真是有一件事 想要让你们帮忙 你说 什么事 你卖掉山植物 高兴 你不是说真的吧 卖掉山植物 对 你小子是要憋什么坏吧 我姐姐昨天跟我说过了 她现在有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而我有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她一直想要把山植物卖掉 但我觉得这 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 那一直想要山植物的朋友 都要付出水面了 苏啊 聪明啊 苏 苏 你想要怎么做 何叔啊 做戏做全套 还需要您的帮忙 好 高总 高总 戴安尼尔她 丹尼尔下飞机了吧 安顿好了吗 她打算什么时候 进行分子料理品行会 丹尼尔她一下飞机就去了餐厅 烟熏枪 杜瓦瓶 搅拌器 水鱼锅 从头到尾都查了一遍 说没有一个符合她对品牌的要求 那怎么办 她要求我们一个星期内全部解决 这是具体要求 让华猫去解决 人是他们找来的 让他们去搞定啊 华猫说 要搞定丹尼尔 就只有答应他的条件 他们算了一下 丹尼尔的条件会让整个分子料理 第一期投入增加百分之三十 他们还说 他们和方山签署的合同是有封顶的 所以 增资的部分需要您自己解决 再去跟丹尼尔讨论一下 已经讨论过了 合同是华猫帮忙签署的 她不肯让步 那怎样啊 她可能马上会回国 而且定金也不会被退回 我知道 出去吧 这是高雅用投资的 报酬您的公司的资料 你帮我好好查查看 我觉得不太对筋 对高雅这段情绪很不正常 这可是方山的内部资料 您就这么给我 这可是方山的内部资料 反正这是高雅的事 你爱管不管 你要真不管我 倒觉得你很有出息 把那天咱俩在天台上说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都听进去 你看 还让我给猜着了 你呀 你遇到高雅 一点招劲都没有 好好谈谈 这好 这打得不错 你说这小时候也是的 你说他去哪儿了呀 你说他都不跟我说 急死我了 够不够朋友了 不是 不是 那咱俩结婚 你也没人跟人说呀 有这么大喜事 你干吗藏着 东方琪你再给我批 不省心 不省心 要不这样 晚上下班呢 我去吃烧烤 不去 最近什么事都着急上火了 吃什么烧烤 不是 你也别太着急 高兴不都说了吗 没准小柔这两天 自己就回来了 对 你不说我还行 你说了我更生气 都怪这高兴 我当时我都说了 你不能让他和高兴在一块 小柔就是不听 你看 现在怎么样 压根就给不了他幸福 就是 这人哪 真的不能相差得太悬殊 对 你看那个小柔跟高兴 是吧 你再看看你那个 梁辰辉 梁辰辉怎么了 梁辰辉比高兴更可怕 为什么 他比高兴都有钱 你说危险吗 钱是钱 人是人啊 人家梁辰辉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啊 你 你好 我是一个特别适合 能跟你过下去的那种好人 你想想 咱俩门当户对 对吧 脾气相同 爱好呢也基本都差不多 宣熟的也不大 不用每天噎着藏着 还互相防着啥的 谁给大白 你冲击一下啊 咱俩情投意合 每天呢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一起看电影 没事呢 朝俩想菜吃吃 生活多美好 要是觉得无聊了 咱就养只小狗 或者生个娃傻子 说什么呢你 谁谁谁谁给你过呀 我 房子你都买不起 还给你过呢 房子 那不用买房子呀 你家拆钱管下来 咱就有钱买房子了呀 对 虽然我是男方住在你女方家里 容易让人说闲话啊 但这些我都不在乎 还有 我爹妈那边也绝对没有理解 不不不 等 拆房子 谁家拆房子 你家拆房子呀 我家 谁跟你说的 你妈呀 我妈告诉你的 我怎么不知道呀 是 那房起 那天你死活不跟我离婚 我还以为你真的爱上我 我还在纠结 我到底是奔下梁生辉呢 还是留在你身边 不是 行 我知道了 大白 大白 我是真爱上你了 真的 我那些都不在乎 告诉你 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 我发誓 别 大白 媳妇